好 柏亞 剛剛馬曉光的說法 再度引起網路上網友的反彈 其實我覺得我很期待看到韓國瑜去罵馬曉光 幹嘛 因為韓國瑜不是說要經濟100分 政治0分嗎 那這個馬曉光很明顯就是政治100分 經濟0分 把經濟活動跟政治立場掛鉤在一起 所以你要去中國賺錢 你還得要認同中國要統一台灣才能賺錢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應該要立抗馬曉光 我很期待看到他這樣的發言 不過他不可能 因為顯然反正在台灣有非常多的政治勢力 是會去主動的附和中國這邊的聲音 那在我看來其實馬曉光的發言完全凸顯了 台灣跟中國真的就是一邊一國 因為台灣可以容許很多的中國人 很多的中國企業一邊主張統一 一邊在台灣賺錢 我們台灣也很容許很多的台灣人 一邊主張統一一邊在用台灣的健保 那這個反而是中國你就是容不下任何一點不一樣的聲音 企業要賺錢 你還得先來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這個發言 反而讓台灣人可以看得更清楚 中國根本就是一個嘴上說一套 實際上是做另外一套 一個沒辦法信任的談判對象 所以這大概也可以詮釋 為什麼蔡英文總統 他的態度強硬之後 民調反而會上升 因為其實台灣人民長久以來 雖然平常嘴巴上是不會談 我們平常跟身邊的人不會去 經常談什麼統獨啊 這樣的政治問題 大家不會講 可是其實在心裡面 真的能夠接受統一的台灣人 真的非常非常少 因為大家都喜歡現狀下 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 沒有人喜歡這個跟中國一樣 這個都是人質 動不動就是講關係 要走後門 你有關係就沒關係 然後這個你一定要聽從黨的意志 你才能夠站著做人等等的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馬曉光這樣的發言 反而又是幫了蔡總統 比如說他說蔡總統扮演花旦 某種程度上其實 馬曉光他生蛋靜默醜 他大概只能排得上醜吧 這個小丑呢在罵 這個我們台灣的總統說扮演花旦 你覺得這能夠爭取到台灣人的好感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 那反過來說其實國台辦每次丟出這樣的球 對台灣的政治人物的考驗就是 那他球過來了 你現在要怎麼接 那像有些人會感到尷尬 比如說這個柯文哲市長 他現在可能就很尷尬 因為我相信他先前的發言 應該也不是跟國台辦套好的 可是就剛好有兩句台詞一樣了 那他怎麼辦 那現在尷尬的狀況之下 我會覺得如果我是他的幕僚 我真的會建議他說在兩岸關係 對中國關係的這個議題上 千萬不要再任意發表高見 因為他很明顯的功課沒有做足 準備沒有做好 而他這樣隨便胡亂亂出手 雖然討論度真的有提高 可是不一定是贈評 可能是負評 所以說其實我個人社會台北市議員 我當然期待市長在市政上有更好的表現 如果說他要增大位的話 我也會認為說市政方面拿出好表現 才是增大位的正圖 因為畢竟網路聲量高 不代表得票率高 我剛才秀的那個網路聲量的圖 其實裡面這個在選票實力上 最強的人是鄭文燦 可是鄭文燦在網路這個通路上 並沒有什麼非常特殊的表現 為什麼 這到底就跟賣商品一樣很簡單 你在網路上的銷售是第一名 不代表你總體的銷售一定會第一名 因為網路其實只是其中一種通路而已 那柯市長長期以來 他依賴網路這個通路確實很明顯 但是網路這個通路其實並不夠 他未來要更上一層樓的挑戰 這點從之前的立委補選就已經知道了 陳思瑜在網路上 固然受到柯市長帶動很多的流量 也帶動很多捐款 可是選出來還是第三名 所以還是好好想想說 中國把這個球丟出來之後 那你也可以選擇不要接 你可以選擇說我是市長 那我對於這個兩岸問題不熟悉 所以我不再任意的發言 這是中央的職權 我覺得如果他做出這樣的表態之後 搞不好他獲得的肯定 會比他任意發言還要更多 問一下這個柏亞 實際上柯瀚兩人也都是熱門的 2020總統大選的人選 那同一時間也是熱門的網紅政治明星 那偏偏呢 2020的總統選戰 事實上是會影響到立委的選戰 以這一次來講1月份的補選的過程當中 在台北市的部分民進黨還是守住他的席次 那在台中其實省智慧也穩住藍寧的席次 所以2020還有另外一個戰局是立委的選戰 其實柯瀚兩人他有一些微妙的共通點 比如說柯粉跟韓粉的組成當中有一部分是重疊 所以當他們一個人在台北 一個人在高雄的時候是各自的組場 但是如果他們進入同一個戰場競爭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要面對說 這些同時是柯粉跟韓粉的人 到底最終的真愛啊 會是哪一位的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他們會不會進入同一個戰場競爭呢 我覺得要打上很大的問號 因為他們對於彼此的粉絲重疊度 應該是心知肚明 那第二點就是 他們有一個微妙的共通點是 他們都沒有全國組織的實力 網路是一種通路啦 他們在這通路上面是第一名第二名 沒錯 可是呢 總統大選畢竟是全國範圍的選戰 所以你有網路通路之外 你還得要有門市 很多的政黨啊 他在地方開了很多個黨部 都不一定捲得起全國組織的能量喔 更何況這兩個人 他是靠著他的網路 網路粉絲 網路粉絲後援會 那能不能擴散 變成說地方組織的能量 這也是一個問號 接下來第三點喔 台灣有柯文哲 可是到底有沒有柯家軍 這也是一個問號 因為這一次在這個 士林的立委補選喔 陳思宇這個候選人 很明顯是因為他不符合柯文哲對 柯粉對於白色力量的標準 所以他落馬了 柯粉喜歡柯文哲是因為 他們對柯文哲有一個想像說 這個白色力量的這個阿伯 他情政愛民 他連結 然後他這個 各式各樣的標準都符合他們的期待 可是當陳思宇出來之後 雖然他得到柯文哲完全的背書 選前非常多次去陪同掃街陪同站台 然後等於是完全把自己的名聲貼在陳思宇上面 可是柯粉不買單 因為陳思宇這個人的言行並不符合柯粉對白色力量的想像 好 既然連跟著柯文哲這麼多年的陳思宇 他都不符合柯粉的標準了 請問全台灣這些所有的政治人物台面上有辦法有這個能量選立委的人 到底有多少人可以符合柯粉對於白色力量的標準 你的意思是說柯者如果要阻擋或者要接收國民兩黨的二軍三軍 因為國民兩黨都有立委的初選跟提名 那提名的過程一旦分裂的話 可能有一些人沒有辦法正式順利取得提名 他搞不好會帶槍投靠 可是柯粉是很機車挑剔的 就是說柯粉要的是強勢的精英的政治明星產品 所以當你的條件不符合的時候 像陳思宇就被柯粉攻擊是正三代 正三代 就是說當你的條件並不符合柯粉的期待的時候 柯粉的票不會轉移給你 沒錯 因為柯粉是一群自主性非常高的選民 他不聽任何黨 因為他不喜歡黨他才會喜歡柯 因為柯是五黨 所以當柯自己成立一個黨之後 他會覺得怎麼柯也有黨了 他已經不再是五黨了 他可能第一個會縮手 第二個就是 他的自主性高是 他不想要聽從任何權威告訴他說 你要選誰 所以說蔡英文出來幫姚文治站台 沒用對不起 我就是想投我的柯阿伯 可是當柯阿伯叫他去投給別人的時候 他就會睜大眼睛看說 這個別人跟我想像的白色力量 到底有沒有一樣 所以柯阿伯也叫不動柯粉投給柯家軍 對 因為他要阻擋 你的意思是說柯阿伯可以叫動柯粉投給阿伯 但是柯阿伯叫不動柯粉乖乖投給其他柯家軍 這要打問好了 因為當他阻擋 他只能吸收藍綠兩黨的邊緣人 因為如果藍綠兩黨的主將 他是不會來投靠柯的 那當他吸收進來這些邊緣人 他的品質到底有沒有符合 白色力量這個招牌 這個品牌 其實很難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一個符合白色力量這個招牌的 你在藍綠兩黨裡面 你應該都可以當到這個主將的位置 包括你的發言能夠夠謹慎 但是又要夠有梗 像陳思雨他就是為了追求有梗 不夠謹慎 結果一開口就酸人家在連勝文之後 那些柯粉都覺得奇怪 你自己不是也是嗎 所以他就 然後再接下來後來還有什麼 掃接的時候遇到何志偉 說要看何志偉的腹肌啊等等的 這些東西如果他以為他可以像阿伯一樣一直失言 柯粉都會疼惜 但其實很抱歉 柯粉的疼惜只有對阿伯限定 沒有轉移到其他人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全國總共有70幾個立委的選區 他能有幾個立委候選人 他頂多在台北市可能一兩個 或是六都一兩個 可是這樣一兩個一兩個狀況下 真的能夠為他拉抬全國的選情嗎 而且到時候這些他推出的子弟兵 一旦有任何失言或失誤 反而是柯粉哲自己要買單 那他能夠有多少的本 可以來承受這些子弟兵的失誤 這也是一個問號 所以我還是認為柯粉哲現階段最好的選擇 他持續的韜光養晦 他在台北市政府 他有全國最多的資源 他要練兵的話 他把他子弟兵放在北市府裡面 也是一種練 而當他市長當完卸任之後 這兩年的期間 還有一個能量去捲動到下一次的總統選舉 否則如果他這一次出來 萬一選到第三名好了 縱使到時候市長沒辭 而且他出來選要面臨市長 要不要辭的問題 那縱使他就凹說 好我市長不辭 我一邊選總統 選出來如果是第三名的話 他還有下一次嗎 其實這個結果很清楚 柯涵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在民調數字上的相對高 可是一旦面對到底你的市長位置 有沒有做好做滿的時候 你就會面對這個社會 其他中間選民的質疑 沒錯 而且如果現任市長沒有交出成績單 就直接要問鼎總統大位 你如何說服這個社會說 你當總統你會帶來更好的政績 是 尤其朱立倫之前 一直被狂酸沒有做好做滿 可能我們去查 也會發現之前柯曾經酸過朱立倫 沒有做好做滿 那如果有這個東西出來 他選總統一直反覆的被播放的時候 其實這也是他自己要面對 到底他能不能符合 白色力量的標準問題 他之前建立了一個很高的 白色力量標準 那反過來說 當今天粉絲的胃口 已經被養大了的時候 他還是要去考慮說 他自己是不是能夠扛得起 白色力量這個招牌